有过理想的快板节奏 白皙的馒头感的变身 换上一身金黄 然后保湿大块扣肉和咸甜酸菜 就是许多食客最爱的下午点心 炸馒头很多地方都有办 这家店的强项就是炸工两顿 把老面馒头外皮炸出薄薄一层金黄味胶 外酥内软又要不由命 是老板的拿手绝活 店里卖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 这也是口碑不断的关键秘诀 炸好的馒头 一刀剪下 香味肆意 再用力塞起 已经卤到入口即化的大片五花扣肉 还要撒上厚厚一层花生粉 可独门制作的咸甜酸菜 一口咬下蹦出绝妙好味 另类的炸馒头 左看右看更像是中式汉堡 为了当天做当天卖 这家店下午两点才营业 馒头用老面发酵更有香气 但制作速度比用酵母粉来得慢 做一轮从打面倒吹针完成 就得耗掉一个上午 如果想吃清淡一点 只呛花生粉或是加酸菜 也是很多食客的最爱 备受客人称赞的酸菜 也是每天现做现场 得先用油爆香 再加入砂糖 咸甜比喻是中 汆烫过的三层肉 放两冷却后切片 进老乳汤汁 要乳成又人古铜色小鲜肉 除了扣肉馒头外 店里还有红豆包和咖喱包售卖 极具特色的咖喱包 内馅加入了高丽菜后再油炸 更是店里的人气王 就是这样简单的食材 加上用新的烹饪 就能带来不一样的美味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吃这种炸馒头吗